歡迎各位又全面進場 話說淘寶台灣 就被台灣經濟部調查後發現到 原來他們根本不是什麼外資公司 本質上是一家中資公司 只不過是裝神弄鬼 於是經濟部就對這家公司進行了罰款 並且勒令他們一定要在六個月之內改正 否則就要面臨撤資的命運 就要隔斜 在說之前 首先要呼籲各位益友 記得免費訂閱我們的頻道 謝謝大家的支持 實請淘寶台灣 就是一家名為英商克雷達有限公司來營運 台灣經濟部調查後確定 說阿里巴巴集團對於克雷達具有控制能力 屬於大陸地區的投資人 但是沒有依存到正常程序來申請 於是說他們違反了法例 依例是罰款台幣41萬元 並且限令在六個月之內撤回投資或改正 黑雷達的台灣分公司 即是運營淘寶台灣那間公司 發出聲明 說未收到正式的官銜通知 但是對此心表遺憾 尊重相關的決議 並且會積極配合台灣政府的要求 盡快改正 究竟台灣經濟部如何調查出 這家淘寶台灣背後是有中資的手影 原來阿里巴巴通過一家新加坡子公司 持有黑雷達28.77%的股權 即是通過一種迂迴的方式來持有 雖然未曾超過台灣法律許可的三成持股量標準 但經濟部調查後斷政 說阿里巴巴其實是可以操控得到 黑雷達的營運方針 具有實際的控制能力 為甚麼呢? 第一點 就是這家黑雷達 即是淘寶台灣 原來只有三名股東 分為A股股東和B股股東 阿里巴巴就是B股的唯一股東 也是唯一的董事 照計他只持有28%的股權 不會控制得到這家公司才是 魔鬼就在細節之中 原來根據這家黑雷達的公司章程 就說股東大會的法定出席人數至少有兩人 至少一人要是A股股東 至少一人要是B股股東 而董事會的操作辦法也是一樣 法定人數兩人 至少一人要是A股董事 另一人要是B股董事 那那個細節是否夠吊詭呢? 若然阿里巴巴是決定不出席董事會 或者不出席股東大會的話 這一趟會議就要被抓到 所以如果阿里巴巴發現到 這趟會議當中所說的議程 是不適合他聽 不適合他心水 他只要不派員出席 就基本上 你根本沒得通過相關的議程 所以台灣經濟部就認為 這樣阿里巴巴就是實質上 來控制了這家克雷達公司 因為只要他們不出席相關的會議 就等同於對於會議的議案 具備了否決的權利 這就是別人查得出的第一點 第二點 就是台灣經濟部發現到 根本上你這個淘寶台灣的營運 就是高度依賴阿里巴巴集團 所授權的淘寶商標 域名和平台的IT系統 欠缺獨立的經營權力和能力 那克雷達每季就會支付權利金 和技術服務費用給阿里巴巴集團 當然就是見到關係非淺 好了 最後一項被人斷正的是什麼 就是根據淘寶台灣的網頁顯示 那些網民凡要註冊做會員 就必須要同意一份叫做 淘寶台灣用戶服務協議及隱私政策 但是當別人一卡進去 一按進去的話 就連到大陸的阿里巴巴集團 而且一旦同意這個所謂的隱私政策 就要授權阿里巴巴集團 用你的個人資料 攝影機的權限 而且逢有什麼交易資料 就會傳送到阿里巴巴的大陸的伺服器 台灣經濟部就說可能會構成風險 所以綜合了這三個原因 別人認為是鐵證如山證據確鑿 於是判定了 你一定要改正 不改正就是要切之隔斜 其實大陸這一局也是非常頭痕 不但要面臨著美國特朗普的壓力 印度莫迪的壓力 現在連台灣的蔡英文都出手了 在大陸的外交部 昨天的記者會上 這個發言人趙立堅又再怒斥那些 美國政客 他就說人家幻想逢中必反正 實際上他正在回應中美科技戰的細節 他說中方支持相關企業 拿起法律武器 維護正當權益 也將會繼續採取一切的必要措施 堅決維護中國企業的合法權益 其實這裏就是說 TikTok的母公司自節跳動 在美國入稟法院 就說要控告特朗普政府 你控不控告就一回事 只不過 這些法庭的程序拖多兩拖 其實都是夜長夢多的 為什麼呢? 因為美國總統大選 11月就要舉行 若然在45天之內 解決不了TikTok的問題 即是說 有機會直至到總統大選當日 這個字節跳動 仍然擁有TikTok 這個法律程序是不知他搞多久 其實大陸這一招就是高招 他只需要拖兩三個月的時間 已經可以覆蓋到總統大選的日子 當然大陸方面會不會利用TikTok 來搞什麼操作 這就是另作別論 接著他還說了什麼呢? 他說 對於個別美國政客 企圖置TikTok WeChat 和華為等中國企業於死地 根源就是幻想逢中必反正 強行把意識形態標籤打在中國企業身上 其實這招可能美國也是學大陸的 要求企業去登報紙 說要支持止暴制亂 支持港區國安法 這些表態算不算是把意識形態標籤打在企業身上呢? 還有趙立堅就批評了 說美國這些政客打著國家安全的房子 圍獵TikTok等中企 充斥著謊言和污衊 其性質是稀行罷市 考取豪奪 美國個別政客針對TikTok等企業的胡作非為 實質是對於在某一個領域取得領先優勢的非美國企業 採取一些有組織系統性的經濟霸凌 他說到稀行罷市 考取豪奪 經濟霸凌 這件事其實也是很好笑的 到底是哪一個國家自從加入了世界貿易組織之後 是沒有按照世貿的規定去開放市場呢? 比如說金融業 只是說信用卡 Visa 卡 Master 卡 至今仍然是打不進去某些國家的市場 為什麼呢? 又或者 這個互聯網的市場 有些企業永遠是打不進去 比如說Facebook Google 又或者有些企業想去搞一些手機遊戲的生意 單憑它自己打入某國市場就不行 無論如何都要讓某些國家的企業侵一些股份 有錢齊齊賺的方式 才能入得到 那這些是怎樣解釋呢? 那我真的不懂得回答 啊 接著他說 又說有些美國政客害怕非美國企業的強大和成功 故此不惜動用國家力量百般打壓 做法就是 否定了美國一貫標榜的市場經濟和公平競爭原則 踐踏國際規則 並且在破壞了全球化下各國科技創新交流合作 西人會對強度行徑看得更加清楚 他說 公平競爭的原則 特朗普經常都強調 特朗普強調公平競爭的原則 其實是說 私人企業的背後不能夠有國家的資本支持 如果這樣算不算公平競爭呢? 有國家資本大量補貼的貨品 肯定是便宜的 這個算不算公平競爭呢? 另外說到強度行徑 究竟是在說什麼呢? 是不是在說個別人士 在美國的學術界也好 實驗室也好 竊取知識產權這些行為呢? 就叫做強度行徑 是不是這樣呢? 我真的不知道 反正 現在大陸面臨著一個非常大的困境 特朗普搞這一場中美科技戰 不但純粹針對華為這麼簡單 自從蓬佩奧將它升級為靜網行動之後 就不單止針對5G網絡設備的供應商 連銷帶打去到手機apps 手機遊戲 全部都要潔淨一番 當然 拜登承諾了 他一旦上台的話 是會帶來光明的 好了 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